北京时间昨天晚上 中国单独申报的太极拳 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 宋王传有关人与海洋 可持续联系的仪式 及相关实践两个项目 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政府兼委员会评审通过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太极拳自17世纪中叶形成以来 世代传承 习练者遍布全国各地和海外 太极拳对于习练者的性别 年龄 体质 职业 民族没有限制 通过习练太极拳 修身养性 强身健体 学权明理 太极拳蕴含着阴阳循环 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和养生观念 在促进身心健康 推动人与人和谐共处 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 太极拳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宋王船是广泛流传于我国闽南地区 和马来西亚马六甲银海地区 嚷哉其安的民俗活动 自15至17世纪形成以来 随着下南洋和海上贸易 逐步从我国闽南地区 传播到东南亚地区 宋王船承载的观察气象 潮汐 洋流等海洋知识 和航海技术 是人们长期海上生产生活 智慧的结晶 也是中华文化 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传播与交融的生动力证 至此我国共有42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册 数量居世界第一